Fighter DS來出戰這個賽末點 看現在這一場對兩邊的隊伍來說都非常的重要 對 最後一場啦 第三位玩家跟第三位玩家 兩邊都是最後一場了 所以這個我們 跟DS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都是關鍵啊 所以看看哪一邊會吃下來啦 好 那我們現在比賽已經開始了 對 這是DS的戰鬥 我們先來看一下點位 那我們在地圖11點中方向 紅色的人類玩家 他的名字是 Fighter DS 等一下 怎麼那麼正常 對 再在地圖右下角 藍色的人類玩家 他的名字是 TPR Polo Ball 好 那第一點是在安提卡傳場 那這是一個相對的原點 對 我們這次 我們是隊長線開局喔 那人對人 欸 這樣子的話呢 就是我們看 有可能會打一個比較營運一點的 可能會打到中期或後期 那其實人類的特性喔 其實從這個 不管是遊戲本身 或者是這個故事設定 都是 就是比較團結的種族 然後是要靠這個防守能力 來 來這個 來增強自己的勢力 所以兩邊的防守 應該也是很重要的 我們要看一下 等一下呢 兩邊是不是要走 欸 這個 自動漢堡2000型 自動漢堡2000 這不知道是誰做出來的 對 這其實就是在門口閒晃一下 對 那大家不知道有一個小秘密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就是你 如果用 對 你用滑鼠左鍵一直點他 他會爆炸 我不知道 OB可能點不了啦 對 那試過了 我們曾經 以前在夜比賽當賽評的時候 曾經 試過去點他 結果一定要直接選手點 他才會爆 就是一定要 要再玩的玩家去點他 對 非常可愛喔 大概要點他點個20下之類的 對 還要爆炸起來 莫名其妙就是有血在 喔 這時候軟球 瓦斯場是比較早好的喔 對 我們軟球這邊 先瓦斯後兵 對 這個應該是 應該是馬上要接軍工廠了 這個都是一個很標準的流程 這個是戰術性的開局 對 等一下 我們看到這個軍工廠會非常早完成 那就會開始出二郎 那會馬上接呢 看來是要接女妖 還是要接這個陸戰隊 就是 就是有陸戰隊跟二郎的這個組合 那我們就要看一下 就俗稱的八槍三火醫療艇的空頭 對 八槍三火就是八隻 八隻陸戰隊 對 三台二郎 三台二郎 跟一個醫療艇小護士喔 對 那我們這個時候 在干擾對方蓋房子 對 我們紅色的人類 欸 Spider呢 已經過來看到了 欸 這邊放下第二個的 好 馬上看到就是軍工廠喔 那這個 其實DS心裡有數喔 你兵營一好馬上就是蓋下去 我就知道你要幹嘛了 所以我覺得DS現在應該是要開始 小心喔 要開始防守了喔 那 呃 自己家裡是有封門喔 所以 封門的話 呃 這個BO也是知道的 所以應該 應該是要直接來 欸 沒有 BO沒有上去嗎 BO剛剛被那隻陸戰隊給趕走了 對 BO其實是沒有上去的 所以BO不知道 不知道DS家裡的狀況喔 是剛剛有被 對 有被 整個陸戰隊 趕走 中間剛剛差點發生血案喔 好 那最後呢 那DS有佔領 對 那這邊 科技實驗室喔 也正在生 那瓦斯 第二個的DS的瓦斯 也正在生 DS這邊很可能 喔 也是放下軍工廠 不敢輕舉妄動 那 其實這邊很危險喔 因為這個BO的東西 是馬上就要來了 我們看到 二郎已經正在出 好 DS這邊應該是要非常迅速的 因為他目前是雙瓦開採 他要迅速放下星際港 來出圍巾 來反制BO的開局 對 那BO這邊呢 我們其實可以 稍微看一下BO家裡 他是 把這個星際港 蓋在科技實驗室旁邊喔 而且我們看到 不過他目前是沒有留瓦斯 來蓋 來這個什麼 生隱形啦 所以只有女妖 對 只有普通的女妖 對 普通的女妖 對 普通的女妖 那我們看一下DS這邊 到底會不會出一隻 迅速的 生出一隻圍巾來 反制這隻女妖 對 好 DS這邊也是出門 我們紅色的人類這邊出門 對 因為他必贏早 他陸戰隊會比較快 對 抓你的二郎喔 那 哇差一點點 呃 變黃血了 欸 這個飛起來跟 喔 交換了 對 那就是要出醫療艇喔 欸 這也陸戰就卡自己 欸 被卡住 好 趕快下來 那這樣子的話呢 好 出圍巾了 對 DS這邊 其實就是比較正常的打法 我們生化部隊加上坦克 那也有圍巾戰機阿 欸 是先出圍巾喔 對 所以那這樣子的話呢 等一下看到女妖的時候 對 因為呢 這個 Ball一開始的開局 也是要攀科技的 所以 趕快出圍巾 但是因為 DS這邊 掛的是一個反應爐 那一次可以生產兩隻喔 所以我覺得 Ball這隻女妖 實在是非常的尷尬 對 應該是沒有機會啦 應該是沒有機會 但是 但是還是要看看這個 欸 我們等一下 欸欸 那一左一右 對 那個圍巾戰機跑掉了 圍巾戰機趕快回來 趕快回來 好 有陸戰隊在喔 對 有陸戰隊幫忙喔 對 然後接下來交給我們的 圍巾 這邊圍巾過來的話 女妖就很難喔 那 基本上這個女妖 也只有殺到一隻公兵 所以 沒有什麼賺頭 那這樣子的話 目前兩邊的公兵數來講 雷Ball其實還比較多喔 Ball有在補 而且我們Ball開出了惡礦 對 那我們Ball這邊選擇 是先用女妖來試探你 然後再開出自己的惡礦 那DS這邊可能就是 打所謂的單礦一波流 對 我們就要看一下 目前還沒有看到惡礦喔 連自己家裡都沒有蓋下這個星軌 就是我們人類的主基地啦 那這樣子的話呢 只有一個兵營 一個軍工廠 還有一個 這個星際港喔 那這樣子的一波 好 這波很兇囉 那我們看到坦克呢 支架也正在升 其實我覺得DS這場打的真的是非常針對 因為Ball他不管就是 繼續攀他的科技還是開礦 面對這一波都是有非常大的壓力在 對 這樣子的打法其實是還滿聰明的 那就要看看 等一下DS壓到 壓到Ball家的門口的時候呢 Ball要怎麼應對了 這張地圖 也就是我們很多 很多這種高地的時候呢 坦克的應用就非常非常的大了 對 但是DS他這邊用的自空權是比較完整的喔 他圍巾的數量是多的 對 這邊有兩隻圍巾 喔 這邊架在非常討厭的一個滴滴 對 這個是我們從 從十年前星海爭霸1的時候 坦克就這樣架的喔 哇 就這樣子玩 所以打到星海2呢 現在還是一樣 喔 圍巾這時候降下來 對 人類降下來喔 把上面的視野打開 那又不讓你的圍巾戰績下來 非常非常的聰明喔 DS在這邊也是做一個很漂亮的一個選擇 對 他這一波的會戰 欸 這時候家裡來了一坨二郎 這邊工兵這時候慌了 大量的死傷喔 哇 這邊殺到很多工兵啊 九隻工兵 那這個時候DS家裡是完全沒有防禦能力的啊 對 完全是屬於任你宰割的一個狀態 對 那現在這樣變成兩邊在誤換喔 那我們看到 呃 哇 這個二郎子繼續的在燒喔 那 趕快拉兩隻的 陸戰隊過來也沒有用 那 軟球的坦克這時候也出來了 那DS這邊要推進也不太方便 對 這個其實 就是BO這邊有點尷尬 因為BO剛剛的這個 這個什麼 我們的 星際港是被打掉的 那這邊 威京戰機 是DS還有一台 那還有一台的情況下 就是我們有制空權喔 我們看得到上面 那這樣子的話坦克 唉唷 這個這個 這原本要收起來要推進 可是你一把雷達照了 我趕快再架起來 對 那這個時候DS呢 甚至有一船的醫療艇上來了喔 好 這邊要來做一個 別的位置來看能不能切入喔 對 我看一下 不過剛剛真的很可惜 DS如果家裡的門有封好 就可能現在對他的優勢會更大 對 那這個時候 其實我覺得BO已經 哎呀 這時候 絕望一波啦 這波如果沒有打下來 真的是很難贏喔 那 我們看到這邊 全部推出來 包括所有的BO的 這個 SCV 太空空輪車 喔 打下來了 可是DS的部隊 其實是在BO的主礦喔 對 那DS呢 是有用這個 醫療艇喔 把坦克架上去 對 現在反而 BO這邊非常難打 哇 這樣子 完全是 輸兵也被控制住了 對 兩邊有點 有點換架的局面 那這個是SEP出來 可能會被帶走喔 因為工兵全部拉出來了 哇 全部被炸光光了 哇 死光光 底下的那台坦克 的這個攻擊數據很大喔 剛剛那台圍巾成功的吸到 所有SCV的速力力喔 哇 這樣子的話 BO呢 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 完全不能生兵 對 它現在都沒有在營運嗎 二礦還有一些 這個 哇 丟了很多礦羅 趕快 就是有錢沒命花的感覺 對 趕快丟礦羅 好 現在軍工場也飛起來 想要跑掉 可是它完全沒有吃空拳 所以無法應對這個圍巾喔 對 這個其實現在 獲得處境就是很危險啊 它 雖然是有兩個 主基地 但是沒有辦法 好 這時候又被勾引了 足夠的兵力 喔 這邊 坦克 打不下來 差一點 喔 上面的打掉了 可是下面還有兩台坦克配上一台醫療艇 這邊部隊又全滅 對 但是其實DS現在只剩下這樣子的單位 後面的軍隊是有繼續在補上來 但是很慢喔 對 因為它剛剛經濟一度被貪荒過一次喔 我們看到DS目前的SCV數量只有9隻 對 9隻 那BO這邊是17隻的SCV 所以 對 太空功能車 就是我們挖礦的單位是比較多的 但是很可惜我們BO這邊雖然有經濟 但是他的出兵完全是屬於被控制的一個狀態 我覺得BO應該是有機會守下來喔 而且有機會反敗阿 因為我們這邊這個軍工場也是已經好了 就是已經下來了 那BO也是開始留在出坦克 對 我們等一下坦克出來之後呢 應該是可以 穩住這個自己的正腳 我們就要看DS這邊推進有沒有 推進得很漂亮 因為它這樣子現在是處於一個自空權的一個狀態 它只要不要太魯莽 那個BO如果這邊會倒掉是遲早的事情 對 其實我覺得BO現在這樣子的狀況其實還蠻穩的喔 DS只有兩台坦克 那這兩台坦克就是很關鍵阿 不能死 後面又多了一台 哇這三台 這樣子的話BO的壓力又很大了 會不會成為壓倒駱駝 最後一根稻草 哇 這個 哇 這樣壓倒駱駝 壓倒形式阿 好那這個 這個時候 最後一台 工程坦克被打掉的話呢 好 好維修 趕快維修 這個維修有點 有點強 這台坦克掉的話這真的是沒救 好旁邊DS 空降一隻陸戰隊阿 那坦克是沒有辦法對近戰攻擊 進行攻擊輸出的 這個畫面實在是非常的有趣 對 這邊有一隻這個陸戰隊 再走 再走了 另外一台坦克出來了喔 所以現在DS的 它的出兵速度是比較慢 但是它前線的火力是比較大的 四台的這個工程坦克 好 現在軟球也架了一個坦克在斜坡上 哇 各位觀眾阿 我們DS的工兵又補起來了喔 兩況呢 營運還是比較好的 對 而且目前DS的人口數量很明顯是領先的喔 對 領先20了喔 這應該是很難了喔 不過應該是 不是飛機地就是要打GG了 對 那我們知道這一季DS對上軟球的勝率是0 那會不會破蛋呢 哇 這個最後一波喔 連太空的車都拉出來 我們這邊呢 哇 打出了GG 恭喜 DS這邊 復仇成功 對 那 一開始有Lin呢 取得了兩勝之後 後來連敗喔 後來好不容易呢 打到最後一棒 DS呢 又救回來 那這一次呢 恭喜華裔Spider這邊取得勝利 對 那現在雙方 在這邊做非常基本的一個禮儀喔 那 今天比賽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對 我們精彩喔 那 我覺得最後這一場喔 痾 DS是壓得很漂亮啦 對 它這個針對性的戰術很明顯就是 發揮得非常好 對 那 嗯 那我們這邊來要介紹一下就是 我們有個電競的預購活動 有沒有看到 在CV11都可以 預購我們下面那些 比較很優秀的電競產品 那預購期限是 最後的期限是在10月16號 那請各位觀眾就是 要加快自己的腳步 好 那剛剛那一場 實在是 打得很膠著 對 難過了 對 有點難過 我覺得BOX差一點點手下來 他如果軍工場沒有掉 或者是 他一開始的這個 飛機場有趕快飛起來 飛走 不要被 不要被坦克打掉的話呢 搞不好也是有圍巾戰機可以出來幫忙 其實也沒辦法 因為 他開局被發現 那DS這邊反制的真的非常漂亮 對 DS反制的真的很不錯 對 那今天恭喜啊 華益Spider 對 取得最後的勝利啊 沒錯 一度讓我們很緊張 會不會讓BOX 對 差一點點 對 好 那我們來預告一下明天 明天的比賽 那是 一樣是由Beta 好 那我來 在當成賽評 那主播的話就是展員 那一樣 華益Spider對上的是躍躍太陽神 喔 橘子熊 橘子熊 那是SF啦 橘子熊對上躍躍太陽神 對 星海的話就華益Spider 剛剛講過 一樣對上躍躍太陽神 因為我們 星海的選手很多都到 中國上海那邊去參加了WCSE亞洲的一個比賽 對 總決賽啦 總決賽啦 那明天 跟後天一樣 甲組 冠軍聯賽 那每日的12點 那主播就是徐展員 好 那這邊我們節目也來到了尾聲 那 今天比賽真的非常精彩 那我們謝謝Beta 謝謝BBOX 好 那我們這邊節目要結束了 那我們希望能下次與觀眾再會